时间才早上9点半 张梅花已经在厨房里忙完早餐 接着准备午餐的便当菜色 便当在桌面上排列整齐划衣 三四个员工一个负责盛饭 一个负责放上配菜 几乎是两条生产线同时在包便当 才能赶在时间内把订单都完成 怕他们那个吃腻 所以他们喜欢吃什么 我们都给他们吃什么 因为他们我们吃我们的东西 一整天的 如果我们随便住他们会吃腻 所以我们先问他们今天 那个要想吃什么这样子 这天中午要出餐的便当数量 就有400个 斗六工业区里的七家工厂 每天固定都跟他订便当 给厂内的印尼移工 会这么贴心是因为二十多年前 张梅花也是来台湾工作的移工 深深了解不同饮食文化的差异 我都自己想我自己 我都不喜欢那个台湾的菜 然后我不喜欢他们一定也不喜欢 然后所以我都慢慢那个 做东西可不可以买给他们 大家好 谢谢你们来 今天我请你们来 大家一起来一起吃饭 张梅花的店里有很多在当地工作的 移工或者是来台湾念书的 印尼留学生 她租下小店旁的店面 作为聚会的场所 在假日的时候煮上一桌好料 用印尼的传统方式 铺上香蕉叶摆满料理 大家洗礼而坐 享受饱足的一餐 很多人叫我姐姐 很多人叫我妈妈 我在台湾就是他们的两家 像我是大的妈妈这样子 无私的付出就像她一路走来 总有很多贵人给她向前走的力量 张梅花在台湾成功翻转了自己的人生 也站稳了脚步 这个心愿在她的心里萌芽茁壮